杨幂的工作很忙,有一次小糯米就跑到杨幂的跟前,问,妈妈是男孩子吗?杨幂说,不是,妈妈是女孩。 小糯米就说,那妈妈为什么那么辛苦工作? 张君明很佛系,有一回有佛系来找他当女主,双方都接触得差不多了,结果在最后关头被一个女演员抢了,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气得要命。 反倒是张君明一点都不生气,说,顺其自然就好了,转身就去计划旅行去了。 杨幂有一段时间心理压力特别大,每天晚上都失眠,经常睡到半夜突然痛哭了起来,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演不好,可能不太适合做演员。 郑爽私底下很宠男朋友,生活中如果听到别人说他男朋友的坏话,他里马就会对回去。 郑敬文和周星驰的合作过程很搞笑,当时周星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他来拍电影,他不信,以为是诈骗电话。 后来周星驰亲自打电话给他,他还是不信,直到周星驰亲自坐飞机去把人接回香港,他才真正相信这是真的。 王嘉尔有次在采访中谈到了过年时,与亲戚们相处的尴尬经历,说,那些十年都不会见一次的,会突然直接来家里,我真的不知道是谁,比我邻居还陌生。 每次他都是一脸猛逼的跟着父母叫那些一年都见不到几次面的亲戚。 冯小刚当时追求徐帆时,对方还没答应做他的女朋友,冯小刚又已经当着所有人的面,宣。 不许帆是自己的女朋友。 邓伦特别怕传绯闻,现在他和女演员拍戏的时候,都会保持安全礼貌的距离,就怕热出什么麻烦,让本次不高兴。 妮妮自下其实是属于很黏人的小女生性格,只要工作做完停下来,她就会拿出手机播通朋友。